所以如果說呢今天他在那個Movie Check 就是說在那個3D電影的地方打勾的話 票價呢還要再加50塊 票價還要再加50塊 另外還有一個什麼虛擬的部分 虛擬的部分的話也是一樣再加這個50塊 另外還有一個是 看看這個地方 這個是VRCB 這個也要再加50塊 所以這邊的話還要再加一個VR 如果說if 假設說他的VR CB等於什麼呢等於Tracked 同樣的話呢 票價同樣還要再加什麼呢 加上50塊 所以這邊的話Ticket Price 加50塊 加等於50就可以 用這樣的方式來表達 當然這個地方比較特殊一點就是說 假設說你後面只是一個單純的敘述的話 就不需要換一行 不然呢以前我們變成說在這裡要多按一個Enter 有沒有 Enter之後呢你再把這個Price 有沒有加到這裡 一般寫法是這樣 可是這樣的寫法也變三行 變三行 另外一種寫法就是說 你如果說只是在後面加上一個單純的敘述 這樣的寫法比較簡略一點 另外就是計算什麼呢 計算個人票 應付金額 應付金額部分的話 如果說呢 他這邊person checked 他這邊有總共幾個人嘛對不對 如果說他今天呢 點的是兩個人 當然那個地方回傳 我們number的部分呢 這邊有個變數 是在最上面的地方有沒有 這邊 預設只是一人嘛對不對 如果說他今天點了兩人 這個地方就變成二 以此類推 那就再乘上他的票價 好 那最後的話還有計算什麼呢 團體票 團體票部分的話呢 就是他的這個 假設說他有點團體票嘛 那團體票的話 當然就要再乘上什麼呢 他這邊還有乘上0.8 有些打八折 打八折 不過在參考的那個解答裡面 他有針對什麼呢 這個做一些處理有沒有 在這邊他有做一個什麼呢 轉換為integer的動作 那轉換為integer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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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說我剛剛 我們有剛剛用到一個叫integer的這個 integer這個物件 他可以去做什麼呢 轉換轉換的方式 這邊在前面加上一個int integer 點什麼呢 integer 這個物件 這個物件我們可以做什麼呢 可以做這個格式的轉換 這個後面的話 有一個叫 叫pass 這個地方 那你可以把它直接轉換成什麼呢 好嗎 謝謝 謝謝 謝謝